嗨 大家好 我是東京走的喬偉恩 這一集要來介紹的是 東京 浪漫 一日行程 那首先一樣要先來定義一下浪漫啦 由於我本人是一個不浪漫的臭直男 所以這邊的浪漫呢就是在臭直男的心目中 攜帶女朋友在東京如何浪漫玩一天的行程 那東橋是很LGBTQFriendly的 所以呢如果其他的朋友心目中啊 有不同的浪漫或是不同的玩法 歡迎在留言處跟我們分享哦 好的 政治正確結束 那究竟直男心中的浪漫需要具備什麼元素呢 我認為呢要有海 景觀餐廳 夜景 更多景觀 西餐 以及最後 東京自備最浪漫的物品 東京鐵塔 所以呢我的行程就是圍繞著這些元素所設計的啦 那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約會行程吧 加入的方式很簡單 只要到我們的頻道首頁 在訂閱的左邊有一個加入的按鈕 在加入之後就會跳出訂閱的方案以及說明 依照程序填入資料就可以加入會員啦 第一站我們就直球對決拿出無敵海景的台場 搭乘地鐵的話可以坐百合海鷗號或領海線 看你住哪裡決定 我個人是建議到新橋或系流搭乘百合海鷗號 因為它是高價的電車 沿途風景也很棒 做過去就有浪漫加分的效果啦 早上來到台場 當然就要先吃被譽為世界最棒的早餐 Bills啦 由於Bills就在台場的購物中心DEX裡面 百合海鷗號在台場海平公園站下車 走個5-10分鐘就到了 建議先到官網預約一下 雖然早上不太可能客滿 但是浪漫的時光 總是希望準備周到一點囉 記得要點它的招牌鬆餅 Ricotta Hotcakes 有滿滿的糖粉 加上糖漿與生奶油的搭配 真的是甜而不膩 然後鬆餅非常的蓬鬆柔軟 一咬下去滿滿的麵粉與奶香 再配一口香蕉 真的是超完美的早餐 天氣好的話 可以坐在外面的位置 一邊吃鬆餅一邊看海 吃完早餐後 可以直接走到旁邊的台場海濱公園 沿著海邊散步 在這裡你可以欣賞到彩虹橋 也可以走到沙灘上採採水拍拍照 由於今天是浪漫行程 我就不安排逛街啦 看完海景後 接下來前往Team Lab Borderless 看看特殊的展覽 步行過去大概要17分鐘 不想走路的話 搭百合海鷗號到青海站下車也可以 Team Lab Borderless 是一個由藝術團隊 Team Lab所打造的新型態藝術展 Borderless 概念就是沒有邊界 觀賞者可以身歷其境 成為作品的一部分 主要就是由各式各樣的光影變化 加上互動所打造成的 我覺得非常的新奇又迷幻 沒去過的朋友們推薦去體驗看看 再看 灌完展覽之後 直接到旁邊的調色盤整 大摩天輪 搭成一下 可以俯瞰整個台場海邊 以及東京市區的景色 而且摩天輪本身就有內建浪漫濾鏡效果啦 玩完上述的行程應該也已經中午了 接下來我們搭乘約40分鐘的車 路線建議從百合海鷗號的台場海濱公園 坐到新橋 轉山手線坐到秋葉原 再從秋葉原做中央總午線到飯田橋站 出站之後 先來到Conell Cafe的室內餐廳吃午餐 這裡賣的是義式料理 有現烤的披薩以及義大利麵 吃完飯就可以來到這裡的重點 室外的座位啦 可以點杯咖啡或飲料 在這邊喝個下午茶 享受運河以及火車經過的風景 不特別說的話 真的不會知道 這裡就在東京的都會區域 下午茶結束後就可以繼續散步的行程了 從飯田橋往神樂板站的方向步行 主要的道路神樂板通 是一條上上下下的坡道 因為板這個字 在日文中就代表坡道的意思 不知道是我個人的喜好嗎 我特別喜歡這種上上下下 或者是有點彎眼 無法一眼看到鏡頭的坡道 然後路小小條的 就覺得很有味道的感覺 這邊的巷弄中 有許多的石板鹿魚小巷 都是拍照的好景點 再到和果子店 買個點心 互相餵食 然後去威延武設計的 最時尚的神社 士城神社 參觀一下 順便求個姻緣的御守 直接結婚 而不是 是浪漫度持續上升 散步到神樂板站 就結束這個區域的行程了 接下來搭乘東西縣 從神樂板到日本橋 再轉銀座縣到新橋搭乘百合海鷗號 回到日之初站 就來到我們浪漫行程的小高潮 郵輪晚餐 喔 要上船啦 我幫大家查好了 Klook上有在賣行程 請選擇晚上的行程 是晚上7點 在日之初郵船碼頭出發 所以下午的行程要注意一下 大概最晚6點 要離開神樂板 我們搭乘的是 東京灣的交響月號郵輪 在我後面的呢 就是我們這次搭乘郵輪的餐廳 選擇的是有保留窗邊座位的 牛排特餐 還完美了 這間的晚餐 既然都要浪漫了 那預算就給他下下去吧 哇 真的超浪漫的 因為他剛把那個燈光在關按了 對啊 讓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到外面的景色 然後還有一個人在彈鋼琴 是真人的 反正就不能放樂喔 真人演奏 真的 太美了 相信到了這裡 今天浪漫的情緒已經累積到一個高點了 海景 Check 景觀餐廳 Check 更多景觀 Check 西餐 Check 那麼最後只剩下壓軸的必殺浪漫東京限定武器 東京鐵塔啦 回到日之出碼頭大約是9點半了 接下來搭乘百合海鷗號到西流 再從西流搭乘都營大江戶線到大門站 步行大概10分鐘就可以到今天的最後一站 之公園啦 這裡是東橋推薦過不少次的私房景點 不管白天或晚上 來看東京鐵塔都有不一樣的風味 還可以搭配旁邊的增上四一起服用 口味更佳 但由於我們今天的行程已經很累了 就直接切入重點 步行來到可以看東京鐵塔的二樓平台 在Prince之公園 晚上來到之公園這邊的話 是一個看東京鐵塔的好地方喔 這時候終於可以給大家看看 我們今天的小彩蛋啦 那就是這個 這是2019年 我們的觀眾朋友在看了東橋的影片之後 在一次的東京旅遊裡面 替自己安排了求婚地點 而且還求婚成功啦 耶 這一集也是因為想到真的有人看了東橋之後啊 對自己的生活有了實質上的幫助 那想說就再給大家一個浪漫約會的行程吧 畢竟來東京玩的朋友 應該有不少都會跟自己的另一半來 如果安排個一天是在東京專屬的約會行程 應該也是一個很棒的回憶啦 以上就是這集介紹的東京浪漫一日行程啦 我是維恩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 拜拜